大家看到這棵植物結了過這棵 其實這是一種很常見的植物 有時候我們在公園或者其他地方都會比較容易見到 其實它就叫做鴨腳木 其實它是一個五家科的植物 五家科植物其中有一個特點 就是看到它這隻長狀的葉 其實好像我們的手掌攤開 你看到它的葉形 一見的時候就很容易知道它是屬於這個科的植物 其實它的釀用價值來說 其實平時我們用它 都會經常在涼茶裡面有這樣的植物 主要我們會用它的皮或者是葉 它的性質就是苦劫和涼 涼茶 通常會用來發酵和解暑 這樣就可以治療一些流感發熱 喉嚨痛和骨痛 這樣